辣椒炒鸡蛋到底先炒辣椒还是先炒鸡蛋 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今天这个做法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一道家常美味 下面请看我的操作 买了五个薄皮青椒 还有一些小米椒清洗干净备用 准备一个白色的碗 碗中打入五个鸡蛋 我们在搅鸡蛋的时候 筷子一定要挑起来打 让空气融入淡意中形成气泡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才够蓬松鲜嫩好吃 这个非常重要 下一步点火起锅 锅里不要放油 水分烧干以后呢 放入清洗干净的辣椒 整个辣椒放进去给它不停的煸炒 这一步的目的呢 我们要把辣椒先给它炒到虎皮的状态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可以用勺子或者锅铲不停的按压 让更多的受热面积接触锅底 才容易炒到有虎皮的状态 如果是在农村或者有条件的 也可以用木炭来烤啊 炒到这种发黑虎皮的状态 然后到处用刀给它随便切一下 放碗中备用 搞几颗大蒜用刀轻轻拍一下就可以了 不能太用力啊 否则刀容易断放碗中备用 再来点大葱 然后再加入几颗豆豉增加风味 重新起火热锅 把锅干烧 烧到冒烟 烧到很烫的状态 然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晃动锅子 让油给它润满锅壁 随后把热油倒出来 重新加入适量的冷油 这一步操作在行业里面俗称热锅粮油 热锅粮油炒鸡蛋 不粘锅 倒入刚才搅过的鸡蛋 这一步我们要先把鸡蛋给它炒熟 建议炒得老一点才香啊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 吃什么 可以关注一下 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非常感谢 炒的鸡蛋建议不要弄得太碎 整块一点吃得才过瘾啊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暂时倒出备用 不用洗锅 重新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热以后下入准备好的葱蒜 还有豆豉小料 煸炒出香味 紧接着下入事先切好的辣椒 开最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紧接着下入刚才炒好的鸡蛋 同样是开最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下一步开始调味 加入点盐增加底味 加入适量的味精和鸡精增鲜 再来两滴蚝油 同样是提味增鲜增加浓郁度 再来点胡椒粉增香去腥 紧接着重点来了 从锅边烹入适量生抽酱油 开最大火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炒出香味炒出锅气 就可以出锅 装盘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 这道菜要先炒辣椒 锅中不要放油炒到虎皮状 再进行改刀 第二 鸡蛋炒老一点才香 第三 生抽要从锅边烹入 让它产生焦化 这一步同样非常重要 绝对是一道特别费米般的菜 酸 酸 下水 葱 谢谢观看